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那錄的過程我們先已經做過一遍了 我也熟了 所以我錄一次給各位看 1.先點選錄製聚齊 然後他會問你說你聚齊名稱叫什麼 那比如說我叫資料剖析好了 反正就給他一個名稱就對了 資料剖析 那你按確定之後 等一下的所有動作 他都會自動幫你寫出程式 所以這個也是 ECL的最大的特點 因為其他的 任何環境都不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我覺得這個錄製聚齊還蠻厲害的 一個很大的特色 因為其他的環境你寫不出來那你加的是他不會幫你產生 但這個 ECL 聚齊錄製還蠻好用的 程式寫不出來用錄的就好了 好那這邊的話 1.輸入資料剖析 再來按確定的話就等同是 你按下那個 錄影的那個鍵 按下去你所有動作都被錄進去了 OK所以 按確定之後 第一個動作 游標請你放 選取 B2到 B8 第一個動作 其他動作不要做 第二個動作呢 切到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然後呢固定寬度 再去什麼 下一步 然後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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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點完了 下一步 不會錄 不會錄 然後把那個最後的目標儲存格 放在 C2 按完成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要不要取代 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錄製完成 再停止 停止就是在切回到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了 好 恭喜你 已經錄完了 第一個按鈕 好 那當然 你可以 試著做做看就是 把資料刪掉之後 找到 錄製劇集的左邊有一個劇集 會有一個資料投析出現了 你可以在旁邊按執行 這個執行就是說呢 他會幫你把你剛剛錄下來的執行看看 好不好OK 沒有問題 他會再幫你跑過一遍 好 那當然這個是第一個 如果第二個你希望怎麼樣 錄製第二個按鈕就清除 那怎麼怎麼錄呢 一樣 錄製 再做一遍 這個名稱叫清除 按確定 然後游標選取 C2到 18 按Delete鍵 然後呢 停止錄製 這個比較簡單 選取嘛 就兩個動作 選取 Delete 停止錄製 那所以你已經做了兩個嘛 一個是資料投析 執行 一個是 清除 執行 兩個動作 就幫你重複了 但是如果你覺得 要在 這個劇集裡面再按執行很不方便的話 你可以把 剛剛那兩個 劇集 變成 兩個按鈕 放在旁邊 那怎麼做 記得就是 在開發人員裡面有個插入 選擇 表單控制下 左上角這個有個叫什麼 表單按鈕 表單按鈕 你把它 點選之後 再拖拉一個 適當的大小 多大多小 如果你看不清楚 放大一點 如果你大小自己決定 點它之後的話呢 在旁邊的地方 拖拉 有沒有 往右下角拖拉 它會有一個範圍 有點像那個Photoshop吧 類似的 放開 然後接下來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按下去 會需要執行 哪一個劇集 資料剖析 那記得我的習慣是把上面資料剖析四個字 再複製一下 那為什麼要複製這四個字 其實主要按確定它 按鈕的名稱 會什麼按鈕擠啊 你可以把按鈕擠 Delete掉 把剛剛資料剖析四個字貼上 這樣的話就有資料剖析 那一樣的動作呢 再做一個清除 所以再點一下那個 這個然後把它拖拉一下 清除 把清除兩個字複製一下 再按確定 游標再點一下按鈕擠 然後Delete掉 把那個清除 兩個字 貼上去 好那我們就做完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下它 它會執行資料剖析 清除的話呢就把